迪士尼下個月起加價 單日約門票加幅超過一成 成人要付近400元才可以入場 不過頭四個月 香港人可以用舊價買票 而獎金門票和年票都會減價 單日門票是賣100元的 麥婷欣報道 近年初調整了年票收費之後 下個月起 迪士尼落原價每日門票也會加價 成人票價會加49元 新價是399元 加幅一乘四 小童也要付多35元 一張票是285元 不過獎者門票會減70元 100元就入賭場 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市民 12月前還可以用舊價買門票 之後才要付新價 我可能不會來了 我們上海也要開迪士尼了 我們可能會直接去上海迪士尼了 始終你一年可能都是來一次兩次 我們不會說過個星期來這樣 所以變成那個加價可能都是在 但我想都是幾百元 迪士尼還會推出一種全新的兩日門票 成人以單日門票價錢 給多100元就買到 小童和獎者就給多70元 兩日門票沒有限定連續兩日入場 但要在一個星期之內用 而且特選日子不用得 而四款獎者連票也會分別減價4乘1 新價由220元到820元 迪士尼說今次加價是應付通脹壓力 而在三個新元區在未來兩年 分期落成之後會進一步確建 有線電視記者麥恬恩報道 有線電視記者麵